市長下週一會參加520就職典禮嗎 對於總統就職的邀請 我一向都是表示禮貌跟尊重 所以上一任 蔡英文總統的就職典禮 我有親自參加 那這一任賴清德總統 我也會親自參加 不過呢 因為總統就職的那天不是假日 剛好碰到禮拜一 那也是台中市議會 第一天進行總質巡 所以有四位議員 我要特別感謝 那轉我的假去參加總統的就職 包括張靜芬議員 朱暖英議員 林必秀議員 以及楊啟邦議員 特別謝謝他們 那我建議 其實也不只是我有碰到這樣的一些問題 像我知道桃園等等 還有幾個縣市 都有在進行總質詢當中 我建議 我建議這個總統就職小組 應該跟這些議員表示 謝謝他們願意放行 讓我們能夠去參加就職典禮 第二題 有人批評藍營目前僅有 林漢江助院長同意出席 胡二林就職典禮 請問市長怎麼看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每個人會有自己的行程 那尤其這段時間呢 受邀的人多半是他有他的本質 很重要的工作在進行當中 那今年呢 因為就職典禮的發的這個邀請函的時間 比較晚一點點 那也許有些人他的工作已經安排妥當了 或者是沒有辦法更動 那究竟像我這樣子能夠請假成功的 也未必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得請假成功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大家 我相信大家祝福的心都會有 那但是不應該去做比較 也不要去批評 那因為這個就是 每個人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上的一個考慮 第三題 議員說市長是提前見習2028總統就職 請問市長怎麼看 謝謝議員的談愛 對於這個無關市政的這些政治評論 我都沒有評論 謝謝 市長那四年前林嘉隆部長變成合照 謝謝來來來 謝謝 謝謝